針對昨天我們這個重大工程跟黨團 都有到我們新竹市的國際風箏賽場 那因為這個國際風箏賽場 在105年到108年 經過了這個三次的施工 就是它的景觀施工 那這個施工的過程 其實早在105年以後 那時候在我們新竹市就傳得沸沸騰騰 因為當時的民意代表 也沒有辦法到現場來觀看施工的內容 因為都是圍裡圍著 鐵皮圍著 那很多的民意代表要求到現場去看現場的施工 都不得齊門而入 那最近一個大雨過後 現場的草皮被沖刷過後 圓形毕露 圓形毕露現場浮現了非常多的建築廢棄物 浮現了這個非常多的建築廢棄物 那早期的這個市府團隊 一直口口聲聲 甚至民進黨團一直說 在林志堅這個任內 這個施工是完全沒有問題 那我們昨天這個到了現場 看了現場 只能夠說用離譜兩個字來形容 為什麼呢 現場沒有一處 這個被草皮 草皮被水沖刷過後 這個所裸露的地方 幾乎沒有一個地方是看不到建築廢棄物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黨團來召開這個記者會 那各位記者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桌前面 非常 這只是一個很小部分的一些建築廢棄物 大家可以看得到 甚至在我們這個大概一個月前 高市長到了現場有發現了一個馬桶蓋 那其實很多的這個外面就謠傳 這個馬桶蓋其實不可能是那裡這個土裡面挖出來的 但是我們昨天啊 我們黨團去到現場啊 就挖出了一個馬桶的按鈕 我想這個符合了當初啊 市長在現場找到馬桶蓋 那是不是當初這個就是建築廢棄物 在拆房子的時候 甚至一些不法的業者是不是有跟營造公司來串通 把一些營建廢棄物 這些東西啊 直接埋在現場 埋在現場 各位可以看前面很多的 不管是磁磚也好 這個東西 我想各位都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 這個是國家儲啊 才會有的磁磚 這個就是拆房子 可能一些老屋重建啊 還是一些營造商當初在拆房子的時候 把這些因為營建廢棄物的處理費用非常的貴 營建廢棄物在處理啊 像這個一卡車 處理起來都要一兩萬塊 一個工地可能就好幾十個卡車 甚至上百台 那這些東西 各位記者看一下 這個東西 基本上不可能會是現場遺留下來的 當初本席要指證一下我們新竹市政府 當初這個經過三次這個營造工程的這個過程中 當初市府有同意可以把就地的一些拆起來 一些水泥塊 早期那些有一些小型的建物就地掩埋 其實這個就是前朝市府的嚴重的錯誤 建築廢棄物必須經過土資廠去做處理 絕對不可能有就地掩埋 那是不是我們未來很多的營造廠商 在當場拆房子拆一拆就埋在地底下 就當場蓋就好了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問題 這個前朝的市府就把不應該這個處理的都 應該把它處理掉的東西做一個就地掩埋 為什麼 省金貝在我們林志堅市府的年代 再來前朝的市府一直說 這些東西都是之前就地所拆除的東西 就地所拆除的東西不可能會有這個馬桶 你看 各位看到這些馬桶五花八色 這個就是什麼 這看起來就是洗手台那根柱子所敲起來的瓷磚 那本黨團要嚴厲的來指責 這個不應該做的事情 我想前朝應該去承受 而不是做一個甩鍋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只是一個部分而已 本來是草皮 在以前我們到風箏賽場都看不到問題 為什麼呢 都被草皮掩蓋 那之前的一次大魚沖刷了以後呢 草皮不見了 整個風箏賽場只要沒有草皮的地方 只要沒有草皮的地方 一定看得到什麼 看到我們這個你看 磁磚 磚塊 還有一些塑膠的東西 它打得非常的碎 打得非常的碎 但是 只要 甚至 我有問過我們產發處 產發處說這個工程啊 其實當時候要附土50公分 就是上面要蓋50公分的土以後 再去植栽 但是 各位可以看一下 根本沒有50公分 搞不好連5公分都沒有 這就是它的厚度 然後下面整個 其實這個就什麼 像垃圾山一樣 銀間廢棄物堆滯的山 各位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嚴重 非常的離譜 那現場有挖到這個是剛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上面就是什麼 這個埋在土裡面 所以才有兩個顏色 一半跑出來 我們到現場去挖的時候 其實也 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有一半浮在外面 挖起來 竟然就一個馬桶的按鈕 再來 這個是 這是一個天坑 這個坑不是我們挖的 這個坑大概有一米四方 這坑不是我們挖的 下面就可以看到它的土層 一層附土 一層薄油 一層磚塊 然後下面我還有挖到磁磚 下面還有挖到磁磚 這個就是當初 這個營造商去做掩埋的證據 各位可以看一下土 然後薄油 這薄油不是整片薄油是一塊一塊的 然後下面是磚塊 在這下面 我們還要挖到磁磚 挖到銀建廢棄物的磁磚 那這是現場的磁磚 這個是我們 當場在地下撿起來 這不是挖的 各位如果有興趣 待會我會去現場 直接可以看到 整個草皮充食以後 那上面所浮現的東西 非常非常的多 桌上這些東西 只是我們大概撿了一下回來 這個是草皮上的第一個大石頭 這整塊都是 其實沒有把它洗乾淨看不出來 整塊就是那個敲房子 很厚很厚的水泥或柱子 所留下來的 這個東西 我們這邊挖了蠻久 這一塊大概有30公分四方 各位可以看到 這就土下面 就是磚塊 然後利用現場的砂 去做一個掩埋的動作 你看 這個廠商惡劣之急 下面有很多的這個垃圾 這個都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一層一層的下面的磚塊 我們當初南寮 一些舊設施 市府同意 營造廠商就地掩埋 就是個嚴重的錯誤 我想我們大家都有 朋友在做營造的 甚至家裡 我們家裡以後要改造的話 我覺得應該都可以 把東西賣在地底下 不用運出去的 為什麼 市政府就可以帶頭做了 為什麼我們不行 這個就是我們挖起來的東西 各位可以看到 你看磚 磚 磚塊 磚 滿滿的都是 沒有一個地方是好的 就這樣 這個就是個天坑 待會有興趣的可以去現場看 更扯的 這個是我們現場挖出來的 還有女孩子的內衣 這個 所以當時我們新竹市在營造業 傳著火火熱熱 說這個是新竹市最大的企圖場 果不出其然 你看 連這種垃圾都有 我想前朝的市府 應該對於這個工程來做一番的解釋 這麼離譜的工程 然後整個下面風箏賽場 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比棒球場更離譜的一個大祕寶